曾经守护世界和平的S级猎人 如今却在餐厅里当起了厨师 只因一场意外让他来到了八年后的世界 他发现即便没有猎人聚的守护 八年后的世界依旧是如此的和平 于是他决定就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十一年前 一个巨大的裂缝吞噬了整片天空 无数怪物纷纷从裂缝中涌入人间 人类的科学武器在怪物面前显得毫无用处 而就在人类生死存亡之际 某些人的面前浮现出了一道蓝色窗口 与窗口进行接触的人们觉醒出了各种能力 从那时起 人们拥有了对抗怪物的能力 后来人类迅速重建了崩塌的文明 并开始适应新的时代 此刻男人面前赫然出现一只紫色的蝉雏怪 真是麻烦死了 那些管理者就不能好好做事吗 随后缓缓从袋子里掏出一把大葱 与此同时 蝉雏怪猛然朝他发起了进攻 下一秒 只见男人纵身跃向空中 随后举起大葱狠狠挥出一击 当场便将怪物击杀 而他正是被人们遗忘的猎人剧 S级猎人彻一载 片刻之后 男人拨打了管理者的电话 并将巷子里发现怪物仪式上报给了他们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当年猎凤将临时 H国诞生出了一位S级觉醒者 猎人代号剧 他隐藏了自己的名字和性别 毫不犹豫地进入猎凤和副本之中 他在这场乱世中拯救了无数人类 是前H国排名第一的猎人 但在八年前 他却和其他44位猎人 在关闭西海一号猎凤的行动中死去 另一边 此刻两位管理者正一脸的难以置信 能够这么干净地处理掉蛤蟆怪 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并且现场并未留下半点痕迹 看起来那家伙肯定又是某个隐藏能力者 也就是没有正式注册为猎人的能力者 与此同时 男人正为客人端上一碗醒酒汤 任谁都没有想到 国民英雄剧居然会在醒酒汤店里打工 而他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已经能够一次性端上好几碗汤的怪力 让人们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好奇 这家伙觉醒前就已经这么强了 觉醒后至少也是个避急猎人 听着众人的议论 此刻待在后厨的男人陷入了沉思 其实他一开始也并不是打算在这里打工的 就在几个月之前 男人忽然出现在了一处垃圾堆里 而他很是不解 因为自己明明在和巴西利斯克战斗才会 难道我已经从裂缝中出来了吗 与此同时 一股香味吸引了他 于是他顺着香味来到了一家行酒汤店 就在禁食期间 旁边播报的一则消息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八年前西海海域出现了五级裂缝 裂痕突然升级为了一级 于是猎人总部紧急派遣了猎人局 以及44位B级猎人进入裂缝 虽然西海裂缝在出现一周后就消失了 但那些派遣的猎人们却永远留在了裂缝之中 而觉醒者管理局在西海裂缝消失三个月之后 便承认了进入裂缝的猎人们已经全部死亡 此刻只见三楼公会会长宋朝献开口说道 如果没有倔我们国家就没有未来 那些勇敢进入裂缝的猎人们 他们给予了我们未来 为此我们有义务向前看并继续前进 见此男人当场愣在了原地 随后借用了一下店内的电话 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却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我真的是突然掉进了八年后的未来吗 或许是局长换了电话也说不定 我必须告诉他们 那些猎人们为了这个世界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我必须再一次进入那个裂缝才行 就在这时 队友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 世界已经变了 大家都会依赖拥有力量 他们会希望你能够拯救所有人 但你还那么年轻 没必要扛起这么大的重担 你可以选择逃跑 随后他再次环顾了一下这个世界 他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稳定 当即将发生裂缝灾难时 那些管理局的猎人们就会迅速出动病除 如今的人们过着他曾无比向往的日常生活 所有的牺牲都似乎有了意义 八年后没有聚的世界是如此的和平 此刻他终于释怀了 猎人居已经死了 再也没有人记得车一载的存在 也许我也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画面一转 男人带着侄女夏恩来到书店购买书籍 没想到海报上全都是正兵呢 那家伙和我一样都是S级觉醒者 不过那回他还是个学生呢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店内开始了打工日常 虽然打工的过程异常的枯燥乏味 但他依旧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不错 至少不用被管理局忽来换去的 也可以不用为了攻略怪物而烦恼 也许我就希望这样过完一生 但是最近奶奶的双腿状态并不太好 如果需要动手术的话就麻烦了 当初男人将全部财产都捐给了西海裂缝财团 实在不行的话就偷偷绕过裂缝卖点什么了 从地下城出来的副产品大部分都很贵 说不定手术费就有着落了 就在这时 奶奶打来电话告知他夏恩走丢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去了 于是男人安慰奶奶道 奶奶您放心 夏恩这么大的人了不会走丢的 我也会出去找找你 挂完电话之后 男人果断戴上口罩开启了追踪者之眼 经过一番扫描并未发现夏恩的踪迹 看起来这附近没有 难道还要再远一点吗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魔力吸引了他的注意 有哪个觉醒者会拥有这样燃烧的魔力 这不是一般的猎人 是接近于怪物的存在了 如果不进行确认的话 可能会对夏恩造成威胁 于是男人缓缓朝着这个方向靠去 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最终发现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这种程度的魔力 至少达到了S级别 看这家伙戴着防毒面具 也许是个狠角色 正当他准备离开这里时 下一秒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在这个时间 来这里做什么 记录着所有猎人能力信息的数据库 却唯独找不到男人的存在 这可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因为无论是觉醒者管理局 还是工会会长 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在男人准备离开这里时 下一秒 面罩男却发现了他 而他很是好奇 为何普通人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还在这个时间拿着一个汤勺 我是为了寻找我的侄女 他大晚上的走丢了 不知道你是否见到过一个 扎着马尾便的小学生呢 面罩男对此表示否定 不过他可以问问旁边的怪人 下一秒 只见他猛然踹向怪人 看起来这家伙似乎也不知情了 对此男人很是无语 你只是想打他吧 随后他便找了个借口想要开溜 而在这时 面罩男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吧 闻此 男人连忙表示否定 既然如此那你走吧 但是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 就在这时 只见倒在一旁的怪人忽然有了动静 下一秒 无数荆棘静直朝着男人攻去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瞬间挥动汤勺将其抵挡下来 见此待在一旁的面罩男呆愣在了原地 此刻男人也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正常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反应呢 随后面罩男当即便拦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那看来是你的猎人昵称还没有定好 此刻男人缓缓开口说道 我真的要走了 我很担心我的侄女 闻此面罩男当即表示 我会让觉醒者管理局的人帮你找人的 不过在找到人之前 第一这个汤勺是未知的S级武器吗 第二你是未注册的觉醒者吗 如果那把武器不是S级武器的话 那么你就是未注册的觉醒者对吧 闻此男人当即表示否定 而下一秒 面罩男却猛然向他发起了进攻 但却被男人轻松抵挡下来 原来这只是个平凡的汤勺啊 那你就是未注册的觉醒者了 但我不可能不知道有这种伸手的家伙才能 随后男人彻底谈判了 我比你大吃过的饭也比你多 你说话应该对我礼貌一点才能 那我以后就叫你哥吧 对此男人很是无奈 随后便要转身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面罩男的手下找到了男人的侄女 哥你的侄女找到了 就在这附近的游乐园里 那就谢谢你了 到完谢之后男人便转身离去 我叫李思英 下次再见吧 片刻之后 李思英使用毒素处理掉了怪人 最近这种东西出现的太多了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下徐敏奇向他汇报了情况 那个人已经和他的侄女会合了 我们会再确认他去过哪里之后再进行报告 还有副会长传来消息 明天上午11点需要您开会 就在这时 会长李思英向他下达了指示 你整理一下觉醒者数据库当中25岁以上 身高大概180觉醒等级是B级以上的男性数据 然后报告给我 排除那些长得比较奇怪的人 还有确认一下刚才那个小孩子的家庭关系 我对那孩子的叔叔有点兴趣 另一边 回到家中的侄女遭到了奶奶的一顿毒打 话说回来奶奶你的腿怎样 好的差不多了 你不用担心 但男人一眼就察觉出他在说话 随后他借用奶奶的窗户离开了这里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发现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们 随后他使用无声的脚步来到两人身后 紧在眨眼之间 两人便瘫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波涛工会的成员吗 虽然所有猎人都有保护公众的义务 但不知道他们的头脑是否已经根深蒂鼓 为了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必须要给他们留点警告才行 片刻之后 回到店内的男人搜索了有关李思英的所有信息 结果发现他居然是现今排名第一的猎人 这下真是麻烦大了 为什么排名第一的猎人会出现在这 而且刚才那个怪人的相关信息怎么都搜索不出来 难道是上层在控制信息吗 那么如今最危险的因素 就是被李思英找到 以及奶奶和夏恩的安全受到威胁 另一边 李思英看着男人留下的字体陷入了沉思 要是敢动手 你就死定了 片刻之后 李思英是一副会长开始进行会议 那么就开始这个季度的副本投标会议 这次追加拍卖的副本位于中路的三街 和恢复生命力药剂的材料一起 可以获得很多种类材料的精品副本 闻此在场众人全都认可这个副本 并对拍卖仪式表示赞同 而在这时 会长却突然打断了他们 你们见过穿着烧酒品牌围裙的男人吗 就在这附近 拿着一个汤勺 头发好像是黑色 但他们却对此并没什么印象 而副会长忽然想起 去行酒汤店是最快收集信息的方法 毕竟猎人们都会在那相互交流 画面一转 副会长来到了行酒汤店 而下一秒 他却呆愣在了原地 这人长得跟会长描述的一模一样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 一个行酒汤店打工的人 怎么会和会长扯上关系呢 另一边 李思英正在数据库内查找了信息 但却遭到了正兵的制止 不可以因为个人原因 使用觉醒者数据库 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 现在出现了至少是B级以上的 未注册觉醒者 在数据库中甚至找不到他的相关信息 他不止挡住了我的进攻 而且还挡住了怪人体内发射的毒刺 这种强大的家伙 如今正是H国内未注册的觉醒者 另一边 此刻男人正在给自己染上新的发色 没想到这么快时间就掉闪了 有可能是因为恢复力的原因 如果没有熟练者之手的技能就出大事了 要是不能在行酒汤店打工的话 以后就只能去做理发了 就在这时一旁的手机传来信息 夏恩表示门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 见此男人当即一个顺身来到门口 此刻外面的人正用脑袋撞击着大门 而他忽然想起 这家伙跟上次那个怪人很像 于是他连忙示意夏恩 叔叔出去之后你立刻把门关上 下一秒 只见男人猛然对此挥出一拳 当场便将他击倒在地 就在这时 怪人体内突然发射出无数荆棘 于是男人使用顺身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只见怪人当场便没了动静 这种怪物为什么店内的猎人都没有提到过 那天李思英所说的 难道是要我不要把这种怪物的存在泄露出去吗 该死 这下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另一边 李思英接到信息之后迅速赶到了手术室内 你来看看这个中毒者 郑冰说发现他时就已经这样了 死亡原因是颈部骨折 但中毒者的身体素质是异常强大的 到底是谁折断了这种怪人的脖子 而且发现此人的地方 就在你上次击杀怪人的地方附近 还有一点 怪人的毒刺居然被扭曲成了这样 就像是突然撞上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似的 此刻李思英脑海中浮现出一道生意 我以为你会老是藏起来的 没想到还是被我抓到把柄了 短价值三万的醒酒汤 可男人却花费一千五百万将完满下 这是因为他的嘴有毒 这可把车翼仔吓了一条 怪不得那些猎人都不敢进来吃饭 就在李思英抓到男人的把柄之后 画面一转 男人刚来到店内打工 没想到李思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哈喽哥 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看到了 而他却是感到非常疑惑 这家伙怎么会突然来到这里 与此同时 店内的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排名第一的猎人 怎么会来到这种简陋的餐厅吃饭呢 此刻只见李思英缓缓朝着店内走来 随后静止找了个最中间的位置坐下 客人这桌还没收拾 要不您还是找别的地方坐吧 但李思英却当场表示拒绝 因为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店 这里的菜单都有什么 醒酒汤店当然只有醒酒汤啊 此刻男人有些不满地说道 一个醒酒汤就可以开店做生意了吗 客人 如果对我们的菜品不满意的话就请出去吧 见此一旁的手下当即要了两碗醒酒汤缓解尴尬 裴远宇 要不是看你是常客这次我绝不放过你 虽然男人有些无奈 但既然来到了店里那就是客人 于是在整理好心情之后 男人便端着两碗醒酒汤来到他们面前 就在这时 只见三人正准备到店内用餐 可下一秒 他们却被当场吓得转身就逃 难道是因为这家伙吗 此刻男人不满地将醒酒汤放下 不过他倒是有些好奇 这家伙面罩底下到底长得啥样 伴随着李思英缓缓摘下面罩 只见一副俊俏的脸庞浮现在他眼前 一阵沉默之后 男人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家伙吃着饭应该不会给我惹是吧 片刻之后 却直接掏出了十万 而男人对此感到非常疑惑 我还把我使用过的餐具买下了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上次不是告诉你我的名字了吗 难道你没有搜过吗 因为我的嘴也有不 所以不怎么在外面吃饭 闻此男人瞬间感到晴天霹雳 怪不得这家伙周围都没有猎人感受 此刻只见李思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不过你怎么把头发染成黑色了 该死 这家伙怎么连这点都注意到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哥给我刷一千五百万用来结账吧 此刻两人瞬间呆愣在了原地 这家伙怕不是疯了吧 猎人随手拿出的一颗破石子 竟在交易市场卖出了八千万的天价 甚至还一度造成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因为这可是一颗毫无杂志纯度极高的模式 对于猎人提高实力来说有着很大的用处 就在李思英结完账后 隔天一则消息冲上了论坛热搜 如果被猎人妨碍营业了应该怎么办 应该向绝情者管理局进行举报 情况核实之后便会马上注意 而提问者正是车一载 该死那家伙怎么把名字告诉我们 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发酵的话 那到时候可就不好收场了 画面一转 李思英再次来到店内用餐 而车一载很是无奈 这家伙很明显就是来妨碍营业的 毕竟只要这家伙一来 店里的所有人都会被瞬间吓跑 可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就只能去注册成为一名猎人 或者有足够多的财富才行 片刻之后 此刻的男人正陷入了沉思 因为光靠模棱两可的说辞 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李思英的 所作所为录下来并进行公开 但对手可是S级别的猎人 一般的录音机或摄像机 很快就会被他发现 为此他必须找到一个 不易破损的材料做成录音机才行 可那价格实在是太昂贵了 这时的他甚至有点怀念 成为猎人剧的时候 要不要注册成为猎人呢 但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可以前不同 现在已经出现了绝行者管理局 所有人的举动都无法逃过管理局的监管 况且他并不知道 猎人剧的数据是否已经清楚 万一到时候在检测能力时暴露了自己 那么情况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该死 要不是李思英那家伙 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地步 此刻只见他从储物空间里掏出一颗魔石 最近这种魔石似乎非常的抢手 如果将他卖了购买一个录音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后只见他打开了西红柿市场软件 而这时的他才发现 自己原先的号居然被删除 于是他当场便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片刻之后 男人将魔石拍照上传到了网上 没有任何杂志纯度很高的魔石 售价8000万 下一秒 手机便开始震动起来 打开一看才发现 刚才的魔石居然非常的抢手 甚至不少人都开出天价想要购买 见此男人当场愣着 魔石的价格居然比想象中还要贵 难道是最近猛涨了不少吗 这可把他下的当场注销了账号 隔天一则有关魔石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昨天西红柿市场上出现了一家级魔石 但在受不到两分钟后便被删除 而底下则一堆人评论想要这种魔石 甚至有人提出现场交易的请求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正在疯狂敲打着手机 能不能把那块魔石卖给我呀 经丢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破石头 如今却引起了三大S级猎人的争抢 只因男人被困在裂缝中的十年里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人类从魔石中发现了一种高效率的能源 导致如今的魔石变得比黄金还要珍贵 就在魔石下架之后 此刻国内排行第七的S级制作者 正感到非常苦恼 真是后悔没有买到那颗魔石 而郑兵却感到非常疑惑 为什么这里还有网络呢 因为李思英接通了这里的网络 然后需要红叶城帮他制作一个手套 那个人可真是会帮到忙啊 等这次工作结束之后就切断这里的网络吧 随后郑兵掏出了一个平板 上面记录着红叶城需要制作的武器 如今距离截止日期已经不剩几天了 可老师您却还没有开始工作 而他不知道的是 红叶城的固有特性名为最后期限 距离截止日期越近 他的工作效率就越高 制造出来的作品质量也会提升50% 此刻只见他缓缓掏出手机 如果使用这颗魔石制造武器的话 那么至少会达到S级别 闻此郑兵当即感到无比震惊 要知道国内制造的装备最高只有S级 可只要使用那种魔石就能突破到S级别 对于这个身份不明的魔石卖家 郑兵在来到这里时就听说过 这是国内从未流通过的魔石 肯定是被别人盯上了 从他的表情看来 这颗魔石的品质确实非常不错 冒出来的吗 难道跟李思英提起的未登陆者有关吗 而郑兵很是好奇 那颗魔石真的有那么好吗 当然 那可是纯度很高的最顶尖的魔石 可是能够获得这种魔石的人 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吧 当然 至少是排名100以内的猎人 但问题是 如果是这种猎人的话 应该不会到番茄进行交易吧 毕竟猎人有专用的猎人市场 随后郑兵表示 我会帮你找找看那颗魔石的 真的吗 当然比黄金还真 另一边 行酒汤店内的人们正在议论纷纷 他们都对那颗魔石表示非常好奇 听说红叶城都开出条件 要给魔石的主人免费制作武器 甚至还有悬赏金 闻此男人当即感到无比震惊 他本以为魔石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十年前魔石还只有小部分人会购买 第一种是买来进行收藏的人 第二种则是猎人的战利品 但在他被关在裂缝中时 时代和技术都发生了改变 研究表明魔石是一种高效率的能源 所以导致之前烂大街的魔石 如今变得比黄金还要珍贵 该死 没想到一颗小小的魔石就引起了这么多麻烦 这下奶奶的治疗费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只见郑兵缓缓出现在他眼前 于是男人立刻使用了扑克脸特性 改变了自己的外貌 他应该不会认出我来吧 毕竟他只认识戴着面具的剧 随后他便招待起了郑兵 与此同时 只见李思英也出现在了店内 而郑兵当即表示 我是为了吃晚饭才来到这里的 没想到居然会遇到李思英你啊 最后两人同时点了一碗醒酒汤 既然见面了 那刚好我有话跟你说 不过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并不太好 所以麻烦你接受一下我的联络 随后只见他从包里缓缓掏出一个装备 下一秒 一到屏障便将两人瞬间包裹 这是空间分离的装备吗 此刻只见郑兵缓缓开口说道 李思英先生 你还在找之前那个未登陆者对吧 不 应该是已经找到了吧 空间分离装备是在进行隐秘对话时使用的装备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对比装备等级还高的觉醒者没有效果 此刻郑兵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知道番茄市场上最近出现了一家级别的魔石吗 所以你也知道洪叶诚先生一定要拿到这颗魔石的觉醒 单从结论来看 我认为你寻找的未登陆者就是魔石的主人 如果是能够获得这种级别魔石的人 至少是排名前100的猎人 而且这种人肯定会使用猎人市场进行交易 明明处理魔石的方式有好几种 可他偏偏选择了引起混乱 为什么非要在番茄市场上售卖魔石呢 而且是以史无前例的低价 这意味着他没有猎人登陆者 所以只能利用番茄市场 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般人或者未登陆的觉醒者 不过一般人拥有魔石的概率为零 那么我敢肯定 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未登陆者 闻此男人当即感到无比震惊 如果不是我听到了的话 那就出大事了 以后要更加小心行动才行了 就在这时 只见李思英偷偷看向男人 随后缓缓开口说道 也许是其他未登陆者也说不定 再者我也还没有找到那个未登陆者 也有可能是谁设下的陷阱也说不定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需要寻找一下被排除的人 片刻之后 男人终于送走了两人 正当他琢磨着怎么处理这件事 下一秒 李思英却再度出现在他眼前 我来这是有话想跟你说 如果你明天还想见到郑兵的话 那就当我没来过 果然就是你把这家伙引来的吗 而李思英很是无奈 要不是你在番茄市场上传了那个东西 至于出现这种事情吗 如果你不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郑兵可是会一直过来的 闻此男人也只好无奈地打开了店门 而李思英很是无语 你既然要上传到番茄市场 还不如找个好一点的二手市场 为什么非要能看到IP的番茄上传了 此刻只见男人一脸心虚地说道 说不定那个人也是搞不清楚状况 总之就是我朋友犯下了错误 只是没有想到居然会闹得这么大 我朋友想让他的失误 能被最大限度地安静出 没有任何人知道 因为他想要安静地生活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但相对的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那就是跟随我 你有实力并且没有任何人发现 刚好我身边就需要这种人才 我已经打听过你了 你的身份是假的 周围的所有记录都没有你的存在 你现在的奶奶和侄女也不是真正的亲戚 他们也对你一无所知 原本我打算将你挖走了 但看起来你并不想离开这里 不过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男人对此表示并没有 那我就给你一个提示吧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随手上传了一张破石头的照片 就引起了三大S级猎人的争抢 就在李思英提出建议之后 此刻只见他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平板 你认识了级猎人男幼症吗 当然 毕竟他可是国内唯一的一级治愈者 奶奶的腿就由他负责治疗如何 听说他的腿很不舒服 而车一载很是震惊 让国内最强的治愈者给一个普通人致病 你在开什么玩笑 书院行会和波涛是合作关系 所以至少可以请他治疗一次 而男人很是不解 为何李思英要做到如此地步 如果我在这里拒绝你的话 是不是会把我是位注册者的事情公之于众 当然我也想过用这种方式 但我知道这种方式对你是行不通的 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遇到的那个家伙吗 几年前国内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药品 他对觉醒者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 不仅身体的所有属性能够提升 甚至还会导致身体发生变异 而且最麻烦的是 不管我怎么寻找这些药品散布的源头 线索总会在关键时刻断掉 更重要的是 我们派出去的觉醒者几乎都全军覆灭了 而你具备了可以战胜那些家伙的实力 但令男人不解的是 李思英并未解释寻找他们的原因 如果你愿意和我交易的话 我就把原因告诉你 对了 记得这件事情要对外保密 否则郑兵又会来到这里的 那么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吧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自从李思英走后 醒酒汤店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媒体的电话采访 但都被男人当场拒绝 而且还有些人试图带着相机进来拍照 不过这都完全逃不过男人的眼睛 此刻一旁的猎人立马发现 这家伙散布在网上的言论总会引起争议 于是两人立刻对其进行了抓捕 另一边 红叶城正对消失的模式感到非常痛心 与此同时 醒酒汤店收到了正兵的亲笔签名 醒酒汤真的非常好吃 而男人忽然想起 正兵的签名应该很贵才对 随后便将他张贴在了店内墙上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只见一道高挑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居然是国内排名第五的 级猎人大黄蜂 可是为什么排名第五的猎人会来到这里 此刻只见他朝着店内喊道 李思英你给我出来 闻此男人脸色一黑 果然是那家伙的问题 而他忽然想起 普通人见到高级猎人时应该感到很高兴才对 于是他立刻变换了一副面孔 蜜蜂对吧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虽然夏恩才是 闻此蜜蜂当即摆出了一个广告中的姿势 改变你的颜色 哇 这可真是太棒了 说着男人一脸激动的拍起手来 可心里却不断埋怨着李思英 原来你是我的粉丝啊 真是抱歉 刚才没有吓到你了 而男人却对此表示并没关系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一道声音 怎么可以把摩托车乱停乱放了 来者正是李思英的部下盾牌男 此刻只见蜜蜂缓缓缓开口说道 李思英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我也很好奇你的故事 所以能不能点完醒酒汤之后再谈 于是两人各自点了一碗醒酒汤 随后盾牌男开始向他询问起来 你找他是有什么事吗 蜜蜂则对此表示 你应该知道最近上传到 番茄市场的那颗模式吧 我非常需要它 如果被李思英拿走了 那么红叶城就会帮他做成武器 但是我真的非常需要S级武器 而且排名系统很快就要更新了 如果我帮红叶城找到了模式 那么他就会帮我制造S级武器 结实更新排名时 我就能战胜规规了 所以我以那张模式照片为基础 对照了各种背景 而且将那张照片为单位 进行各种渠道的追踪 可明明几天前还有消息传开的 但是从两天前开始就没有任何话题 当我问起他们为何突然停止追踪时 得到的回复却是 波涛法务组要求停止追踪模式下 该死的李思英 就是那家伙终止了所有的调查 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寻找李思英的 闻此男人当即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 截完将的蜜蜂拿着一张海报走过来 居然是一张签过名的海报 我看店里贴满了各种猎人的签名 那么请把我的也贴上吧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但愿看到这个签名的夏恩可以消停会了 画面一转 李思英从部下口中得知 觉醒者管理局下发公文 公路排名当天将启动紧急应对体制并请求协助 中路三街的战团有我们队伍共同战略 先前队先清理研究院们会进入后发队进行副本资源调查 还有让书院行会安排一天访问 说到这里 其实我想要拍摄一条广告 没想到醒酒汤店的店员居然是蜜蜂的粉丝 我还以为他对猎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闻此李思英当即来了兴趣 你给我把宣传组长叫来 我要拍摄一条广告 片刻之后 车一载收到了李思英的来信 快打开电视 此刻只见电视上正播放着蜜蜂的广告 下一秒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屏幕中 见此男人当场连地诗话 各地登记信息请咨询777 为登记觉醒者举报为555 H国觉醒者管理局 永远待在你的身边 因特殊原因在一个月内未申报 最多处罚一亿 罚款觉醒者请到各地区登记中心进行检查 他的意思是 如果不登记的话就杀了我吗 哥 听说你喜欢拍广告的人 该死 这家伙到底在胡说些什么